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中美會談就正式落幕 在落幕之後 中美雙方 都收起了在開場白時候的火炎 雙方都認為這次的會談是具有一定的建設性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蓬佩奧又再一次批評拜登軟弱 使得中國能夠吃著想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布林肯和楊潔篪分別如何評價這次的中美會談 布林肯宣稱 說這次的中美會談有兩個目標 第一就是向中國在多方面的行徑 當面表達重大的關注 因為中國的行為已經是引起了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關注 第二就是向北京列出美國的政策 優先事項和世界觀 布林肯認為這次的中美會談是達到了這兩個目標 至於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蘇利文 就說這次的會談是艱難而直率 當然大家都相當直率 你又插他他又插你 總之雙方互吐 好了 至於楊潔篪又如何評價呢 他在回答CGTN記者的時候就說到 說中美會談是有益 有建設性 但是當然雙方仍然是存在著分歧 另外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就似乎是唱雙王 他就認為 今次的中美高層對話是坦率 具有建設性和有益 中美在多方面仍然有分歧 未來就更加需要進行有效的交流 他還強調 越多互相尊重和理解 就絕能夠互惠互離 總之其實兩方面 都沒有再好像在開場白當中 互吐對方 沒有再互數對方不時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前港師吳強認為 今次中美兩國官員針鋒相對 是毫無尋求解決分歧的誠意 他還認為中方就好像去吵架一樣 我認為今次的會談 肯定是沒有成果 因為 各自在這次會談當中 說自己想說的話 而大陸也很成功地做到他的大內宣 就是 通過官媒和微博等等的不同平台 將中美會談和新丑條約作一個對比 在網絡上 流行著一句說話 就說世界依然是這個世界 但是中國已經不是那個中國 當然就是不再是晚清即弱的中國 所以 今次 一群小粉紅可以說是 嗨爆 情緒相當高漲 所以大陸 在做他們的大內宣的時候 其實就相當成功 也是能夠 激發得到大陸那種 民族主義情緒出來的 故此 縱然這次的中美會談是沒有結果 但是大陸不是說沒有東西能夠拿走的 他正正就是當了你布林肯是一個報警板 他就是要在你面前當面訓斥足16分鐘 這件事為什麼呢? 都是美國的洩卓 因為以往來說 從來沒有試過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 膽敢在你美國國務卿的面前 講那麼多美國的不是 甚至乎還數下你美國的人權 所以你點計來講 都是洩卓的 如果現在是由蓬佩奧做國務卿 楊潔篪會不會說這些說話? 當然了 歷史就沒有餘果 但是我們看看馮楊惠 當時楊潔篪 哪有說這些說話才行 根本上 馮楊惠的氣氛 比起今次中美會談 平和得多 雖然你說 當時在大陸的官媒 譬如說環球時報 就已經插到蓬佩奧是七個一皮的了 說到他是怎樣 好像一個妖魔一樣的 問題就是 就算楊潔篪到現場看到蓬佩奧 他也沒有把環球時報批評他的說話 再複述一次 或者當面訓斥16分鐘 大哥 這件事情 所以怎麼算都是你布林肯是虧了場的 這件事情是沒得允許的 剛剛才 其實蓬佩奧 最近這兩天去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是狠批拜登軟弱的 所以 有些人還跑去吹捧布林肯 說他強硬的 簡直就是低B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再看看 吳強 他就認為 雙方在會談之後 都會加緊長期的準備 北京對於美國 可能要發生第二次太平洋戰爭做準備 當然啦 他就說得好像很猛料那樣 但是我就覺得 始終來講美國就不會輕舉妄動 不會謀言發動什麼戰爭 但是 雙方會加緊做好備戰的工作就當然了 因為類似的消息 大陸都已經傳出過很多出來 就說怎樣去安排做演練 就算民間也要做演練 深圳又曾經發佈過什麼應對災害清單 這樣 人家就會認為 喂 這些是不是要來應付戰爭需要的呢 所以 備戰的工作一直都有做 好了跟著下去 我們就看看 蓬佩奧在接受 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 怎樣去評價中美會談 那個主持就叫做Sean Hannity 他就形容 美國就好像被中國上了一課 因為楊潔篪當面訓斥了16分鐘 他就認為 布林肯在有關中國對於美國人權問題的指控上 作出的反應是道歉 而不是反壓對方 是令他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當時 布林肯就承認 美國在過去的而且是有些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一直都有公開和透明地面對這些挑戰 因為 楊潔篪當面說 美國的人權也有問題 美國對於非裔的人士 怎樣作出所謂的屠殺 那麼 就是在說那個所謂的 Black lives matter的事件 蓬佩奧怎樣回答呢 他就跟Sean Hannity說 說聽見你這樣說 就真是令他相當難堪 當中共 察覺得到拜登軟弱的時候 他們就會好像 在Ankrich那次的中美會談當中的表現 因為中共就會觀察得到 拜登政府對待伊朗的手法是怎樣 而且又看到他 帶領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以及世衛組織 那麼中共就會霸凌美國 以及在美國身上拿好處 這就是蓬佩奧的回答 事實上來說 拜登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以及世衛組織 這兩件事本身已經具有相當大的爭議性 因為 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根本上對於美國就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這個我們講了很多次 另外 重返世衛組織 即是等同於 又再重新回到聯合國的框架底下 展開所謂的國際合作 問題就是 到底你在聯合國這個框架裡面 還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和影響力呢 還是其實 這個地位已經是被中國拿了 大家都有眼見 是不是 到底世衛組織的表現是怎樣 好了 而且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的報導 原來 蘇利文 就是那個白宮的顧問 在這次中美會談開始之前 就已經 事先地聯絡上了法國和德國 將這次會談 他要說的話 就預先地 知會對方 但是歐洲方面 反應就相當冷淡 他們還是猶豫不決的 究竟要不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跟中國抗衡呢 他們很明顯就是沒有一個很積極的取態 如果是有 人家早就已經出了聲 所以反應就是相當冷淡的 可能就是要先看清楚 謀定而後動 所以 對於拜登的所謂聯歐抗中的建議 就沒有什麼反應了 好了 聯歐抗中不行 布林肯之前是否去過 美日二加二會談和美韓二加二會談 美日二加二會談之後那份聯合聲明 就是有提及到中國 因為 中國和日本在釣魚台有主權爭議 問題就是 到了美韓二加二會談的時候 會後那份聯合聲明 隻字不提中國 純粹就是在會後的記者會上面 布林肯猛講中國 所以就證明得到 首爾是不願意在中美兩國之間 選邊站 這個我們在 這個會談之前 就已經是判斷得到的東西 拜登上任至今就已經是兩個月了 在他頭的兩個月裡面 就不斷地推翻 特朗普總統時期的一些政策 但是當你推翻了之後 你又建立到什麼呢 暫時就真的見不到 在上任之前 就踩到特朗普 一動都沒有 就說人家搞那些叫做單邊主義 他上台之後 就會搞多邊主義 就會重新連結歐洲的盟友 結果 現在你拜登連結了誰呢 你登機都很糟糕的 你有什麼好說 對不對 所以難怪蓬佩奧 他會對於拜登和布林肯 會有一個這麼頑皮的評價 而在幾天之前 我就一早已經說了 說蓬佩奧所謂對於布林肯的讚賞 並不是說真的發展內心 不是說真的讚揚他 或者是看好他 純粹是想借讚他 來夾緊他 誰知道他在中美會談當中 表現是禁得那麼緊要的時候 現在蓬佩奧又出來插他 所以只有那些很愚蠢的人 才會覺得 蓬佩奧是真心讚布林肯 哪有可能才可以 蓬佩奧自己本身 都想問頂2024的總統寶座 所以他怎會真心讚布林肯 才可以 我們再去看看 到底蓬佩奧說了什麼 他就說美國是必須要展現領導能力 否則只會陷入麻煩當中 軟弱會導致戰爭和敵對 他又提到中共是知道拜登對華軟弱 才會有這樣的表現 即是拜登導致中國在 中美會談當中食著上 我們早就這樣說了 拜登根本就是被人看穿了你的底牌 蓬佩奧最後還說到一件事 他說如果他在現場的時候 他就會反問中方的代表團 究竟對這個世界做了什麼 COVID-19病毒 帶走了數以百萬計的性命 以及數以十億計的財富 布林肯沒有利用這種方式 來向中方反問 是不能夠接受的 即是蓬佩奧他仍然是想就着 這個 武廢的議題來追責 但是大家看到了 布林肯在中美會談當中 是沒有把這個議題拿出來的 沒有他的 因為拜登根本無意就着這個議題 再去發酵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